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小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uddleStrap 今天咱们学习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表格也疯狂 也就是说 今天我要给您讲解一下表格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个是表格 第二个是表格的class 表格的类 而这第一个表格它其实不是类 它是HTML标记 第二个才是类 是PuddleStrap给咱们提供的很多的类属性 好 今天的知识点 请参照这个网页 好 咱们马上看一下实战演习 今天的内容也不难 首先说是一个section 咱们大家还记不记得 上一期我在man的标记里面 定义了一个section 对吧 写上了三个游戏 今天我想写一些其他的内容 在我的网页当中 换句话说 和上一期的三个游戏没关系 所以大家请看 我这又重新定义了一个section 上一个section是什么 是游戏section 今天这个section是今后的计划的 这么一个section 好 咱们看一下 首先说今天的section的背景色 大家请看 是一个亮色 或者叫做亮灰色 这是各个主题决定的 无所谓 接下来 文本居中 然后大家请看 Padding Y什么意思 还记得吗 上下余白为5 OK 然后紧跟着section里面的第一行写什么 小标题 我写为是今后的计划 计划内容 大家请看 下面也是一个DNA container 包含在里面 然后以后咱们记住 咱们但凡写section 都要跟一个HR小标题 同时再跟一个container 咱们把这个就记死 以后就这么干 就没错 好 咱们看 咱这container里面有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分别说明 这是一个表的类 然后我这个地方 咱们大家注意 这个表-Hover什么意思 就是说 它响应鼠标的移动事件 让当前行高亮 一会咱们可以实际看效果 好 咱们看一下表格内容 这个表格内容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Header部分 第二个是Body部分 以前我在写网页的时候 我不喜欢写HeaderBody 我就直接写这个T 行不行 没问题 但是对于咱的表格结构来说 浏览器的爬虫不容易读懂 所以我建议您写上 表格Head和表格Body 这样的话 爬虫会明白 这个地方你是要表格的表头 下面是表格数据 浏览器的爬虫 不是浏览器 是搜索眼睛的爬虫 它会很清楚的理解您的网页 好 咱们看 今天咱表头部分 有一行 这一行里面有两列 第一列我写上是这个技术视频 第二行是这个游戏视频 然后咱用的是TH不是TD 说明这是一个表头 好 咱们再看这个TBody部分 Body部分有三行 对应三个T 然后每一行我都写上 第一行的第一列 是第一列什么 是这个技术视频列 对吧 我写上一个Bodystrap4 就是咱们现在正在做的视频 然后第一行的第二列 是永久斗龙介绍者二 这个还没有发卖 这个是游戏视频 这是今后要做的视频 然后第二行 Git入门 这也是我今后做的教学内容 然后第三行是MongoDB入门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知道朋友 它是一个面向文档的数据库 以后我也做它的视频 然后游戏游戏视频 第二行是信长之野望创造 然后怪物猎人世界 怪物猎人世界刚刚发卖 现在好像玩人比较多 但是我没有时间再玩这么多游戏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内容 换句话说 咱们在上一期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一个内容区域 Section 然后我把这个Section里面 定义上了一个表格 好 咱们先按手续 马上运行 这个HTML HTML是上一期的内容 我现在先不运行今天内容 我先把上期的内容 咱们运行一下 看看什么结果 今天应该是第15课 好 咱们先看一下 截止到上期为止的 网易的内容 是这样 大家请看 一个Header部分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Section 这Section是游戏部分 今天的我好像要增加一个表格部分 对不对 您别着急 我现在马上增加 我把它拷贝过来 请稍等 这是一个Section 对吧 咱们会Section评级 再拷贝一个表格的Section 这个地方 好 咱们运行一下 刷新 出来 大清场 首先说背景是亮灰 这个亮灰具体是什么颜色 是美工的工作 咱们不管 然后咱们请看 先是这个小标题 今后计划 上面小码视频游戏 这是一个对应的关系 都是H2 然后我再跟一个表格 表格有一个表头 分别是TH 然后一技术视频 一技术视频 然后下面有三行 分别是这个技术视频 猎 是这Bootstrap Git MongoDB 游戏视频 用了斗鹅龙 心肠野望 还有这个怪物猎人 然后我鼠标 在移动之后 大家请看 当前行高亮显示 就说明今天 咱们在这个网页中 又增加了一个表格的Section 换句话说 以后咱们要再做自己的网页的时候 其实就是用这个网页 就是用各个Section 拼装起来 放在MAN部分 这样便于搜索眼星的爬虫去理解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共享的代码 咱们又在网页中增加了一个Section 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今天的代码 我会放到开源助攻的服务器 供您下载参照 然后今天的视频 我会放到YouTube和YouTube 供您观看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